由松山社大林素英与林锦英老师带领大家走访松山行政中心顶楼空中菜园 西口廊道以及基隆河滨高滩湿地等 并解说基隆河水岸植物及历史文化 夏日基隆河之恋参与式预算成果走读活动 将历年有关基隆河的提案串联起来 像是松山谷民西口意思是在河流转弯之处 并介绍彩绘币细说松山发展 与基隆河结弯曲职等历史 有人会唱吗 对 这首歌里面有提到 这首歌是大概在民国三十几年的时候 由周天望他的作曲 然后呢那个基隆河 这个要有一点点领际的人才知道基隆河是谁 他唱的孤叩喽歌 那想一想 在他那个时候写这首歌的时候 你看 水脸灰摸摸析 但是呢 现在这种花呢 有没有 我们现在在哪个地方可以看不到 对不起 现在基隆河畔就只有我们的西口湿地 只有我们的西口湿地 这边我们才有我们的台湾冰棚草 它已经快要冰淋绝种的植物 那为什么会冰淋绝种呢 因为人为的破坏 还有呢大家使用的一些农药 还有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土 现在都变成水泥化了 构树有公的跟母的 让大家看一看 让大家猜猜这一棵构树是公的还是母的 母的是不是 答对了 那你从哪边看出说这一棵是母的 果实啊 果实那公的呢 公的是长得什么样 对啊 松山区长游竹萍表示 去公所的空中菜园在西流基金会团队指导下 多次获得市府颁奖肯定 走独活动更结合田园城市 透过带领民众漫步悠游的方式 体验田园基地的疗愈疏压风景与政策的执行成果 记者李希慧台北报道